人称中国摄影协会之父的郎靖山生于民国前20年 在他104年的生命当中 摄影就等于他的生活 他曾经说过 我的健康之道就是摄影 从小习字学化的他 12岁就开始学习照相技巧 27岁那年参加了中国首次的摄影展 从此就为中国的摄影投入了所有的心力 今年104岁的他 3月25号那天因为感冒呼吸道感染 住进了台大医院 没想到就再也没出来了 因为会症的机能差 就影响到心脏变身的功能 心脏的功能不好 血压心跳就跟着不好 全身的血液行为也不好 因为血液行为不好 所以肾脏 肝脏 脑子的变化 整个都没有办法 郎大师虽然走了 但他留下来的摄影作品 却为中国历史留下了最好的见证 而他对于摄影有关的谈话 近山语路 也将成为学习摄影的人最佳的教材 我们下期再见